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我做月扫工资三万 除了照顾小孩 还要满足男主人需要 太难熬了 我刚刚结束了三年的婚姻 为了维持生计 我不得不在各大网站投送简历以谋求工作 一日,我看到一个月薪三万的月扫工作 心动之下,投送了简历 却没想到男主人竟是我的理想型 我叫白小静 前几天刚刚和老公因为性生活不和谐 办理了离婚 但是离婚之后的我才知道 原来在社会上生存这样的不容易 从前,我是家庭主妇 每天只需要做做家务 老公会固定给我打生活费 但是离婚之后,我搬出来住 没有要丈夫的钱后我才意识到 柴里油盐,房租电费都是需要钱的 无奈之下,我只能在各大招聘网站上 之前做家庭主妇的时候就一直在家里打扫卫生 虽然照顾孕妇我没有经验 但是我学习能力强 况且,这个工作给的这么多 我当然不能错过了 于是我直接点击鼠标 投送简厅 目前这份月扫的工作是薪资最高的 也是我最满意的 投送简厅后,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回复 果然没过多久,老板便回复了我 老板的头像是一个西装革履 30岁左右的男人 五官还算俊朗 只是没有什么笑模样 或许这就是成功男人的标配吧 我看你的简历比较合适 但是之前没有学习经验 你介意上岛之前培训一下吗 对方发送一条消息 不介意,我完全不介意 我学习能力很强的 如果能录用我的话 我一定努力工作 我看人家有意思 于是赶紧回复道 过了一会 老板又发送了一条消息 明天上午8点你可以来试试 我会告诉你工作的内容 并且有专人的人带带你 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敢相信 这么轻易就过了第一次面试 发了一条消息 咱们这边面试的人多不多 那么高的薪资是真的吗 是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好的,麻烦了 我回复之后 结束了对话 当时抱着手机我都要跳起来了 没想到我白小静 竟然还有踩到狗屎运的时候 当天晚上 我拿出了冰箱里的肉 准备大块朵仪 给自己庆祝一下 晚上 美美地睡了一觉后 第二天我按掉软件上的地址 打车来到了一栋别墅前 当我见到这栋别墅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这别墅在最繁华的地段 周围绿化做的是最好的 别墅里面 有林荫大道 还有喷泉水流 单看别墅 一共三层 第三层楼顶有一个露天大阳台 整体的装修奢华 大气 看到这个别墅 我才知道为什么老板敢开那么高的工资 人家是真有钱啊 我进入到别墅 说明意图后 被他们家原本的保姆带到了客厅 这时候我才见到传闻中的老板长什么样子 他的五官大气 凌厉 带着沉稳 比照片上更加沉稳 一米八多的个子 很招女生喜欢 我看了也不自觉地有些心动 因为实在是太扬眼了 男人抬头看了我一眼 站起来和我稍微握了握手 开口道 你好 高宁峰 你好 白小静 嗯 我知道你的名字 这是我们家的保姆 但是因为最近有点事情 所以准备回家养老了 让他和你交代一下 在家里要做的事情 你学习一下 我也带你参观一下家里 到时候 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 可以住在这里 高宁峰一边和我解释 一边带我出了房间 保姆大概跟我介绍了一下 如何照顾小孩 比如漆奶粉 换纸尿裤 观察宝宝的便便 以及其他应该注意的东西 我点点头 将这些都记录在了本子上 我也见到了高宁峰的老婆 她为人和善 还算不错 她和我交代了 一日三餐 她都吃些什么 我也都一一记下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 其实还可以 我也觉得 能完全胜任这份工作 当保姆给我介绍完之后 便离开了 高宁峰独自带着我 转了转别墅 这是洗手间 基本上每一层都有一个 第一层主要是客厅 第二层主要是客房 住的地方 第三层就是健身器材 厨房 书房 我的办公室之类的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能上去看书 健身 好好 这待遇真是太好了 我都有些不相信 我无嘴笑道 真的确实有些不敢相信 你可以先适应着 前妻给你开这么多工资 后期不错的话 我们薪资方面都可以调整的 高宁峰也是个爽快人 开口承诺道 好 你看你住这间房怎么样 这里距离我们的卧室 也比较近 你平常照顾宝宝 和我老婆也算是方便 我的房间 就在你的隔壁 高宁峰打开了一个卧室的门 让我简单地看了一下 就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当然是觉得不错 而且在这里住着 也不需要管出租屋的钱了 于是点头答应 答应之后 高宁峰给了我房间的钥匙 也给了我一把别墅的钥匙 这样以后 进出别墅比较方便 我兴奋地点了点头 但同时也好奇 为什么高宁峰不和老婆住在一起呢 女人怀孕十个月的时间 坐月子还需要一两个月 这段时间 高宁峰自己住在房间里 难道不会寂寞吗 想到这我看了看高宁峰 又不自觉地看了看他的下面 想起从前 我和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每次寂寞都得不到满足 我心里挤压着火气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 唉 想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 高宁峰看了我一眼 眼神在我身上打亮 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 他对我似乎有些意思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话到嘴边 我有些不好意思 怎么了 高宁峰顺势坐到了我对面 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15厘米 他坐在沙发上 而我依靠在前面的桌子上 离婚 就是因为哪方面不合适 我说话声音很小 不好意思说 高宁峰似乎听明白了我的意思 嘴角微笑着 没有说什么 老公 你过来一下 卧室里 高宁峰的老婆叫了一声 高宁峰看了我一眼 转身准备离开 但是站起来的时候 他却碰到了我的大腿 我身体颤抖了一下 下意识地往后移动一步 在抬头的时候 高宁峰已经进入了卧室 老公 你过来一下 我跟着上前走了两步 便听到了女主人娇媚的声音 我在外面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因为今天也算是正式上班 所以我没有闲着 准备先收拾一下自己的卧室 但是路过他们的卧室时 却听到了男女声 我听到这样的话 于是赶紧转头跑了 不想窥探人家的隐私 但是就在我转身之后 却发现高宁峰转身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两个竟然有了对视 我低头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在房间收拾了一会 我心中有些悸动 或许是因为很久没有哪方面的活动了 听到老板老婆说那样的话 我心里竟然有些难以平复 心里甚至还想象老板表现如何 可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忍不住唾弃自己 于是摇了摇脑子 赶紧让自己别想那么多 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 脑子还算是暂时地清醒了 今天下午我收拾了一下屋子 给宝宝充了奶粉 喂奶 给女主人做了一顿晚饭 老板娘看我做事情还算是理所 对我的夸奖也并不吝啬 我微笑着 觉得这份工作真的不错 晚上十一点 女主人和孩子都已经睡熟了 但是要是打开门的声音响起了 正巧我在客厅倒了一杯热水 我还以为是什么坏人 但是进来的人是高宁峰后 我放松了警惕 高宁峰的穿着衬得有些褶皱 面色微红 酒精的味道很大 他嘴中呢喃着 竟然叫着我的名字 男主人将我抱在沙发上 我顿时有一种羞耻感涌上心头 下意识地阻拦了高宁峰 说道 咱们这样 不好吧 他亲身开口道 你不是说 离婚就是因为房事不和谐吗 我和我老婆 也没有爱情 所以我不愿意碰她 但是见到你 我很喜欢 如果你愿意 那我们就继续 如果不愿意 我就放你走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身体都要散架了 高宁峰这才退去了醉意 缓缓放骨我 我从桌子上起身 捡起衣服穿好 生怕外面的女主人下楼看见 我还从来没有被男生伺候过 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了一个微笑 随后她就这样抱着我回了我自己的房间 让我早点休息 躺在床上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都是空白的状态 回忆刚才的缠绵 是我这么多年来最满足的一次 她温柔 稳重 进退有度 在乎我的感受 让我沉浸在刚才的回忆里 无法自拔 我的心到现在还是荡漾的状态 只是 我们这样的关系 这件事情并不能戳破 我也并不一定要求写什么 仅仅是昨晚的满足 便让我觉得无悔 因为太累 我迷迷糊糊地睡到了早上十点 当我看到时间的时候十分震惊 因为早上六点和八点 都要给宝宝准备的奶粉 我都没有弄好 想到这我直接下床 赶紧给宝宝充好了奶粉 送进了女主人的屋子里 女主人还没有起床 我怕饿着孩子 赶紧先给孩子喂奶 孩子确实是饿了 十点的这顿饭吃得特别急 但我没有多喂 怕她吃多了反而不好 于是孩子吃完后 我给她拍了拍奶格 便哄她入睡了 这时候女主人也刚好醒过来 我看女主人醒了 轻声说道 床边有温水 你先喝一杯排排毒 我马上就去给你做月子餐 说吧 我下楼去了厨房 从冰箱里拿出了东西 做女主人的月子餐 但是一看到厨房的桌子 我就忍不住想起 昨晚的画面 忍住不去想 但是越不想 那样的画面就越清晰 我赶紧做好饭 给女主人递上去 以防止自己 再陷入奇怪的感情里 当我上楼后 女主人尝了尝我做的饭 开口道 你之前真的没经验吗 感觉不照顾得挺不错的 我垂了垂透 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没那么好 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都会尽量学习改正的 您别嫌弃我就行了 女主人笑了笑 示意我坐到她身边 随后神秘地开口 那个 小静 你结婚了吗 我 刚离婚不久 我开口道 哦哦 不好意思 女主人略带歉意的眼神 看了看我 继续说道 我是想说 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 老公就不怎么碰我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因为男人都这样吗 听到这个问题 我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女主人应该不知道 我和高宁峰昨晚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今天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也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支支吾吾半天 只说了一句 那个的是 我也不太知道 我就是因为和老公那方面不合适 才离婚的 什么 女主人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眼神的歉意 转变成了震惊 甚至带着一些笔 我点了点头 女主人得到确认后 开口道 就因为那件事情 你就离婚了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难道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吗 这有什么可羞耻的 我反问道 离婚的理由有很多 我比较在意夫妻问题 所以选择离婚 这有什么错吗 你可以不赞同我的做法 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我 不应该那么做 我也有些生气地回怼了一番 女主人看着我的脸色依然没有变 但是当我说完后 她明显地不再愿意和我交流了 良久 才只说了一句 你下去干活吧 以后喂奶再上来 我知道可能是我说的话影响到她了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有错 于是走出了房间准备自己做点东西吃 吃完饭后 又把别墅收拾了一遍 期间要注意孩子喂奶的时间 经历过第一次错过给孩子喂奶 我便再也不敢懈怠 忙碌了一天结束后 我回到房间短暂地休息了一下 十点的时候 我听到了门锁响起的声音 我下楼去看是谁 高宁峰开门后看见了我 会心一笑 我被她的笑容折服 瞬间回忆起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光 我笑着 没有说话 高宁峰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却问了一句你还想要吗 我心里是想的 但是现在时间还早 你主任应该也还没有睡 晚点好吗 好 我晚点去你房间 高宁峰点头答应后 回了自己房间洗漱 我回到房间后 心中紧张又期待 但是也带着一些被发现的忐忑 等到高宁峰来了后 我却是开心的 他拥抱着我 将我往床上放第二次的配合 我们显得更加熟悉 也更加默契 我注意让自己喊叫的不那么大声 但是高宁峰似乎是故意的 总是弄疼我 我发觉到他的坏心思 拍了拍他的后背 两久 我们再一次结束了战斗 这个时间点 也刚好到了 我要给孩子漆奶粉的时间 于是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然后赶紧去给孩子充了奶粉 妥贴地照顾好一切之后 这才准备回房间睡一会 第二天 我虽然有些累 但是定了闹铃 按时起床给孩子喂了奶粉 只是孩子不知道为什么 喝完第一口奶粉之后 就开始啼哭不止 我怎么哄都没有用 洪亮的啼哭声吵醒了女主人 女主人一脸的不耐烦 转头问我 你怎么照顾的孩子 怎么让他哭了 不好意思太太 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孩子带出去哄 不打扰你 睡觉了可以吗 我轻声询问道 女主人看了我一眼 让我把孩子给他 他要哄 可是孩子一离开我的怀抱 便哭得更狠 这让女主人更加不耐烦 对着我摆了摆手 你赶紧把我的孩子哄好 就在这房间里哄 把我的孩子带出去 万一你要做别的事情 伤害他怎么办 太太你 我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怀里的孩子还在啼哭着 我只能先照顾孩子 在我温柔的安抚下 孩子终于渐渐停止了哭泣 我见孩子情绪恢复了 尝试着给孩子喂奶 孩子因为刚才的啼哭累了 喝奶的时候也格外用力 我看着这孩子 莫名地觉得可爱 女主人见到这样却开口道 你这是干什么 我孩子刚哭完你就给他喝奶 万一呛了怎么办 我听到这话 心里觉得是因为 昨天的不愉快谈话 女主人故意找我的事 我心动也颇有不满 于是开口道 我是确认孩子 已经情绪稳定的时候 才给他喂奶的 因为他刚才哭闹了一番 所以吃点奶粉是没什么的 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给你发工资的那个 女主人看了我一眼 当即觉得不耐烦 于是指着我的鼻子说道 我为了怀里的孩子不被吓到 后退了一步 捂着孩子的耳朵 门外 高宁峰去上班 路过我们的争执 进来问了问怎么回事 女主人一下子抱住高宁峰 有些委屈地哭诉着 老公 你看看你招进来的这个月嫂 怎么这么不懂事 在咱们孩子哭着的时候 就给孩子喝东西 那玩一枪的怎么办 咱们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难道你希望咱们的宝贝女儿有事吗 我刚才不过是说了两句 谁知道 她竟然直接反驳我的话 她到底知道不知道自己是打工的呀 竟然敢这么跟老板说话 女主人说着 眼泪就快要流下来了 我心中也生气 但是碍于高宁峰在这里 我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看着女主人 表情十分的无语 高宁峰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看自己老婆 伸手安抚了一下女主人 开口说道 小静照顾孩子 也有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你确实是轻松不少 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次的事情 他应该也有把握 孩子这才没事的 所以 咱们这次就过去吧 你觉得怎么样 女主人看了高宁峰一眼 一脸的不可置信 神色 从刚才的委屈撒娇 变成了生气 一把推开高宁峰说道 你到底是谁的老公啊 他才来几天 你就这么护着他 你知不知道 我坐月子不能生气 他惹我生气就是不行 我不管 我就是要他滚 让他辞职 你多找下一个 女主人不依不饶地说道 高宁峰眉头微皱 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了 好不好 现在就算是找下一个 也需要点时间 况且 今天的事情 也不算是什么错误 我无理取闹 明明就是你不把我们母女两个放在心上 从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就不情不愿 说是因为母亲逼你的 现在我们连孩子都有了 你还是不肯向着我 你就是不爱我 童节 高宁峰开口呵斥住了女主人 女主人眼泪汪汪地看着高宁峰 高宁峰沉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这才重新开口说道 你可能是因为生完孩子之后 情绪不稳定 我明天会给你找个心理治疗师来看看的 今天你先休息吧 你什么意思啊 女主人还想要争吵 但是高宁峰已经不想再说些什么了 转身出了房间 我看着怀里的孩子 有些不忍心 但是如果离开女主人的视线 他一定会又吵起来 所以我决定先把孩子哄睡 孩子睡着之后 我便把孩子放在了女主人身边 女主人见高宁峰走了 眼里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 十分委屈 我想要开口安慰 但是同时也觉得没必要 放下孩子之后 我便离开了卧室 来到客厅 见到男主人 还没有走 我准备下去 跟他说辞职的事情 老板 你还没去上班啊 我下楼后开口道 高宁峰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闪过一丝心疼 随后开口道 嗯 今天的早会推迟了 所以晚点走 你怎么样 刚才没事吧 同节生完孩子之后 脾气有些不好 所以我才开了 比同行高价的工资 不过你放心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 我会尽力维护你的 明天我找的心理医生 也就到了 高宁峰对着我说道 我看了看高宁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心里竟然开始有些不舍 想到离开这里 想要以后再也见不到他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但是如果事情再这样下去 我也害怕我和高宁峰的事情会被发现 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稳定的婚姻 如果因为我他们的家庭遭到变故 我是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所以与其以后纠缠不清 还不如现在就赶紧辞职 反复取舍之后 我还是选择开口 老板 我想辞职 我没有多说些什么 只是简单的几个字 高宁峰听到后 却十分的震惊 随后开口道 我不同意 你是因为今天的事情 觉得受委屈了吗 小静 你也知道 我老婆是个坐月子的女人 刚生完孩子 难免情绪波动大 我会尽力解决的 但是你能不能别走 我看着高宁峰的样子 心中的难受越发厉害 高宁峰看了看我 看了看手表 你再等几天好吗 等我手上的项目忙完之后 我好好跟你解释 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先等等我 我看了看高宁峰 还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门外的司机 已经开始提醒他要去开会了 我没有组织 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辞职 我还是安稳地 做着我现在的工作 到时间给孩子漆奶粉 但是当我把弄好的奶粉 和给女主人的月子 参端上去的时候 女主人的态度十分恶劣 根本不听我说话 就直接把饭碗打在了地上 对着我吼道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让我老公那么向着你 你这个女人到底要不要脸啊 我都说了 我要辞退你 你竟然还这么甜不知耻地 赖在我们家里不肯走 我真是没见过这种人 你的主人嘴里骂着 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将地上的碎渣子收拾了一下 擦了擦手 开口道 不是你辞退我 是我不干了 这活你找别人吧 你和你自己老公关系不好 就把元气撒到别人身上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好 你见不得别人好 我反问了一句 但是也不想听到答案 只是为了发泄一下心中的怒气 转身便走了 当我出了门之后 我无处可去 因为本来打算长期做这个工作 房子已经退掉了 现在又要重新找房子 我看着手机里为数不多的存款 暂时先找了一个酒店将就着 晚上的时候 手机便传来消息 是高宁峰给我发的 问我在哪里 我看到消息后并没有回复 因为既然我已经离开了 那不如断得干干净净 即使我心里也很难受 我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不断地质问我自己 难道我爱上高宁峰吗 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我爱高宁峰 可是理智总是将我拉回现实 他告诉我 我们的关系是不应该存在的 思考了很久 我觉得应该暂时逃避一下 想出去吹吹风 但是却没想到 刚一出酒店的门 就碰到了高宁峰 高宁峰注意到了我的身影 直接追了过来 我回到酒店 他也追到酒店 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怎么回事 只是我辞职了 只是我觉得 那份工作不适合我而已 仅此而已 我开口 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高宁峰握住我的肩膀 忽然没有说话 只是那样看着我 因为刚才他跑过来 所以还略喘着粗气 他的眼睛看着我 我却不敢看回去 只是低着头 尽量让自己的情绪稳定 两久 高宁峰才放开了我 但是却坚定地开口对我说 白小静 我承认已开始只是对你有些兴趣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 我爱你 我想和你结婚 我和我现在老婆的婚姻 当时因为两家的关系商业联姻 我并不喜欢她 但是那个时候 我没有遇见过我喜欢的女孩 所以我选择了和她结婚 但是现在我遇到你了 我爱你 我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会离婚的 我会离婚的 这一点请你相信我 高宁峰向我保证着 但是我何尝不想和高宁峰在一起 只是我介意的是高宁峰还有一个孩子 高宁峰和另一个女人有着一个孩子 就代表他们永远不可能不联系 那孩子也会被家庭关系影响 那你的孩子呢 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大后 接受的是一个破碎家庭的爱吗 我反问道 高宁峰愣了愣 童姐不会是一个好妈妈 她性格暴躁 喜怒无常 从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生下孩子后更是变本加厉 我的孩子有这样一位母亲 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童年 所以离婚后我会挣得孩子的抚养权 我会好好照顾她长大 那么你呢 你愿意陪我一起照顾她吗 我听着高宁峰说的话 不知道是该答应还是应该如何 此刻 高宁峰的手机响了 接听电话后 是童姐的声音 喂 高宁峰 你现在在哪里 我有点事情需要处理 你有事情等我回家再说吧 高宁峰耐着性子回答道 高宁峰 我马上就出月子了 所以你就不关心我了对不对 你之所以那么长时间不碰我 就是因为你和别的女人出去开房了对不对 此话一出 我在高宁峰身边愣了一下 高宁峰也没想到她老婆会说出这种话 问道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电话那头挂断了电话 随后便传来敲门的声音 我心中一惊 知道可能是董洁跟来了 可是她敲门声越来越大 我只能上前去开门 董洁开门之后看到是我 瞬间火猫三丈 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巴掌在我脸上瞬间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你还真是个坏女人 勾引我老公 破坏我的家庭 你要不要脸 怪不得你在我们家工作还穿着花枝招展的 原来就是为了勾引我老公 你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 还是想钱想疯了 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我都替你丢人 我挨了这一巴掌 但是并没有要还手的意思 对于女主人的辱骂 我也全部都接受 没有一句反驳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暴露 是我对不起她 但是女主人看着我的样子 却越来越来气 指着我骂道 你这个时候装什么哑巴 这个时候就不说话了是吗 你这个坏女人 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了 说着 女主人开始动手 想要打我 我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步 高宁峰上前将我护在身后 拦住了自己的老婆 女主人看着高宁峰 一脸的不可思议 甚至带着被背叛的恨意 高宁峰 你竟然还护着她 今天要不是你忽然出了家门 我还不会发现你们之间 竟然有这层关系 我说你怎么会这么对我 这么对我们的孩子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你对不起我 竟然还在我面前 维护这个坏女人 就算是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但是我是你孩子的母亲 你知不知道 女主人怒吼着 指着高宁峰 发泄怒火 高宁峰看着她的脸 低声说了句 对不起 但是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尽力做好一个丈夫的角色 可是你也发现了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三观也不一样 哪怕是那么多年的相处 你也没有对我有过一点喜欢 所以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一起呢 你什么意思 你要和我离婚对吗 高宁峰 如果你和我离婚的话 你们公司的股份一定会下跌 别怪我没提醒你 女主人用了这样的话来威胁 但是对于高宁峰来说 从前的日子她过够了 所以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离婚 而我虽然尊重高宁峰的选择 但是我也不能在她离婚之后 迅速和她结婚 这样对女主人来说也并不公平 但是在高宁峰的祈求下 我还是留在了家里 帮她照顾女儿 董洁在冷静下来之后 找高宁峰谈过两次 通过这两次谈话 董洁心里也知道自己根本不爱高宁峰 只是不服气罢了 不甘心高宁峰不爱自己罢了 最后她也看清了自己想要的 于是选择了离婚 至于孩子 董洁其实并不喜欢孩子 生孩子也是指一个义务 在她看来 孩子给谁养着都无所谓 但是高宁峰很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在自己的身边养着 她需要负责 于是在离婚之后 孩子顺利成章地跟着高宁峰 但是高宁峰因为工作也不能耽误 我便一直照顾着这个孩子 我的工资还是照发 只是我不再和她提起感情的事情 就这样我将孩子照顾到一岁 在孩子满周岁的仪式上 高宁峰喝了点酒 在角落里抱着我说道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一年了 我们结婚好不好 现在孩子把你当成她的母亲 而董洁一点母亲的义务都没有尽到 你才是我们家的女主人 所以 答应我 我们结婚好不好 我抱着高宁峰 这一年的时间 我也看清 我爱她 所以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订阅